今天要來介紹一款實用的自製工具 它叫做雙肘虎鉗 雙肘虎鉗跟一般虎鉗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有兩個軸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一般我們所常見的那種鐵製的虎鉗 它一般都是單軸的 單軸的話你如果要把它夾緊的時候 應該要把它中心這裡要對準 如果你夾歪歪的通常是會夾不緊的 所以這一組雙肘虎鉗的特色 就是你在夾緊物件的時候 你不需要去對準中心 很隨意 你想夾哪裡就夾哪裡 這個檔案在網路上都抓得到 有興趣的我會放在底下的連結可以去參考 這個雙肘虎鉗我有做一點小更改 因為我可能會在上面做一些加工啊 鑽孔 所以它會有一些粉屑 我拿一個塑膠盒把它改造一下 可以集合一些粉屑 那這樣在做清理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好的 因為我手邊沒有一般的鐵製虎鉗 我大概用這個細心甲來做一個 稍微的解說 一般我們如果沒有對準在中心呢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是沒有辦法去夾尺的 它會把物件給推開來 你必須要對準這個軸的中心 你想夾物件它才能夾得緊 這個是一個單軸無鉗的一個小缺點 我們看這樣子它就沒有辦法夾緊了 好 那我來示範一下雙軸無鉗它的使用的方法 好 我們注意看 我直接放在側邊 好 我不需要去管是不是在中心 因為它這個功能呢 可以讓這兩個面永遠保持是水平的狀態 好 我很隨意 隨便夾 好 你看 它可以夾得很緊 我手是 可以再轉緊一點 是拿不起來的 好的 那我再換別種 像 矩形的也可以 沒有問題的 好 因為這個 這個部分呢 它是公式的 是M12 裸具1.75的 所以在轉的過程 是比較久的 裸具比較小 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或是你有遇到那種 不規則形狀的 其實也蠻OK的 好 我現在換這邊 好 我現在換這邊 好 夾子力道是蠻OK的 那這裡呢 是比較適合你在使用一些比較輕量的東西 好像是塑膠啊 木頭 如果你是在固定一些鐵鍵啊 或是 比較堅硬的東西呢 它會比較不適合 你可能 這個虎錢的強度會不夠 好 除了固定一些木頭或是塑膠的物件呢 其實我有看過 國外的網站呢 很多是用來固定 電子零件的 好比說PCB版 他們是 用這一個虎錢呢 我來稍微 假設它是PCB版 然後用來固定它 固定完之後呢 我們把一些電子零件放在上面 去做焊接的動作 非常的實用 好 因為 如果我們是買一般的那種鐵製的 虎錢的話 要來夾PCB版呢 有可能會把它夾壞掉 那這一個呢 它其實 縮緊力道蠻OK 但是它又不會說 像鐵製的 加持力道那麼厲害 你可能一稍微 控制不好它就壞掉了 而且重點是它的功能是 兩個面永遠保持水平 你怎麼夾 都夾得很緊 好 那傳統鐵製虎錢呢 當然是有它的優點 那 這邊的話 這一個 雙手虎錢呢 它的優勢在於說 它非常輕 它可以輕量化 而且 價錢也比較便宜 你自己做的話 會遠比 去外面買一個鐵製虎錢 還要來的便宜得多 而且呢 有一個重點是 它永遠兩個面是保持水平 在夾子上是非常的實用 你不用花太多時間去對準它的中心 而且如果真的它零件有壞掉了 你也可以自己再重一一個來更換 非常方便的 那我來稍微講解一下這個 雙手虎錢的結構 它是底部兩個主體呢 做連結 那中間有一個移動的連接鍵 這個連接鍵呢 衍生出兩個裸桿 然後你的把手這裡呢 前端 它附有一個小齒輪 那齒輪帶動兩個 相同的齒輪 那齒輪的內側呢 有螺紋 那螺紋 跟螺桿 它是相同規格的 所以當我們在轉動把手的時候 它同時帶動兩個齒輪 齒輪在帶動螺桿 那螺桿跟移動鍵 連接在一起 所以它產生了這個移動 在列印這個物件呢 有幾個地方要注意我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個是它的填充的密度 因為它是要固定物件的 我是建議盡量要設定在20%以上 避免在使用過程中會斷裂 再來呢是列印螺紋 還有齒輪的時候 速度盡量放慢一點 它這樣出來呢 它的公差才不會差太多 當然你有可能列印完之後 你發現你 你這個是轉不動的 我建議你去買M12x1.75的螺絲弓 把齒輪的內側的螺亞 弓過之後 你會發現就會順暢很多了 當然不一定啦 也許你印完之後是很順暢的 就看你 結果怎麼樣再去做處理